讲这个韩国语入门的最后一节课就是第十课了 这个是韵尾的最后一个部分 那我们上节课呢学习了这个复合韵尾 学习了这五个复合韵尾 那么我说我们给大家提一个这个问题 它们有什么样共同的特点呢 它们呢是什么呢 只发左边的音 不发右边的音 不发右边的音 那么这个是它的特点 比如说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样的一个字呢 我们发什么音呢 发这个阿还是发这个阿 那我刚才说只发这个左边的音 不发右边的音 应该是发这个阿 不发这个阿 所以右边的音是不要的 那么如果呢 它跟这个母音开头的字相结合的话呢 应该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呢 离这个母音最近的这个子音呢 要给它 所以怎么发音呢 这样发音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所以呢这个是要 所以这个要记住的是发左边的音 不用发右边的音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复杂 很多韩国人都觉得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大家觉得难的话呢 是正常现象一定不要灰心啊 这个本身就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在这个单词中呢 来体现来学习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次呢 这节课我们讲的是这个后面的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韵尾 那么这六个韵尾呢 也是有个共同的特点 大家猜一猜是什么特点呢 那不用我说已经猜到吧 上节课我们讲的是 只发左边的音 不发右边的音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是 只发这个右边的音啊 只发 发这个右边的音 是它的特点 但是呢 在每个单词的这个 不一样的情况下呢 有这个特殊的例子 所以呢 只要把这几个特殊例子 背下来就可以了 其实呢 我觉得这些的复合的韵尾呢 都是非常非常难 所以呢 韩国人有时候也会混淆 所以大家如果混淆了呢 都不用紧张 没有关系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第一个呢 是这个 离尔和尼尔组成的这个韵尾了 那么它发音的时候呢 只发右边的这个 嗯 这个音啊 不发左边这个离尔的音 比如说 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一个这样的单词 那我们应该发 这个还是应该发 这个呢 嗯 我们看 只发右边的音 所以呢 只发这个音就可以了 啊 而不是发这个 啊 明白了吗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它呢 嗯 这个单词呢 和以母音开头的啊 这个词语结合了 比如说这样的 那应该怎么发呢 我们说 这个是只发这个右边的音 不发左边的音 但是如果是跟这个后面 没有子音结合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一个子音了 给它一个什么子音呢 给这个还是给这个呢 啊 给一个最近的啊 当然是最近的最好了 把这个最近的母音给它 那么变成了什么呢 啊 变成了 这样子的东西啊 啊 而嘛 对吧 这个是可以理解吧 因为上次我 上前个我们学到这个连音的规则啊 连音 那么这个也是跟这个连音是一样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例子 那么第一个呢 嗯 是这个 嗯 这个呢 怎么读 我们说只读这个右边的音 不读左边的音 应该是这个 成 啊 成 那么后面这个它呢 虽然是是另外的一个字啊 但是呢 它是有这个子音的 所以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啊 只是把这个离儿去掉就可以了 那么但是这个塔呢 要变成重音 怎么说呢 成打 成打 成打啊 年轻的意思 年轻 成打 这么说就可以了 嗯 但是这里有 我有说到啊 它后面呢 跟这个圆圈开头的词结合的话 也就是说 它的后面这个词呢 是没有子音的话呢 那么我要把这个 最近的这个给它 最近的这个子音给它 变成了这样子东西 叫什么呢 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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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了吧啊 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嗯 这个呢 也是一样 发右边的音 不发左边的音 那是什么呢 三打 啊 把这个塔呢 重音一下就可以了 三打 三打 嗯 那么也是一样 跟这个啊 结合的话呢 啊是没有子音的 所以呢 要给它一个子音 变成了 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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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嗯 啊 跟刚才那个是 异曲同工了 但是呢 它呢 是什么呢 啊 是发这个右边的音 不发左边的音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 啊 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字呢 是这个理和这个 结合的一个双韵尾 的复合韵尾啊 那么它跟刚才一样 也是发右边的音 不发左边的音啊 我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 有这样的一个词 嗯 这样的词 下面呢 是这个东西了啊 那我们应该发这个 R 还是应该发这个 啊 那么 跟这个原则一样 只发右边的音 所以它的发音呢 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吗 嗯 那么有一种情况呢 是跟这个啊 母音结合的时候 比如说 跟这个R 嗯 加这个R的时候呢 啊 R是没有子音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子音 有两个太多了 给它一个吧 那么 给它最近的一个啊 啊 那么就变成什么了呢 变成了这个R 卡了 啊 这个都非常容易理解了吧 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啊 第一个呢 这个是什么呢 嗯 这个是指发这个右边的音 所以是这个 啪 嗯 那么这个塔呢 是有子音的 不用再给它子音了 那么只是要做一个 这个重音的处理 那怎么呢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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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我们看第二个 嗯 这个呢 啊 这个啪呢 后面加这个啊的时候呢 又不一样了 这个啊呢 是没有子音的 所以我把这个 记忆给它 那么变成什么呢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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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啪 啪 这么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一个字啊 一个字的时候呢 我们不发这个 鲤儿的音 我们不发这个 右左边的音 不要它 那么上了这个 记忆的音 那怎么发呢 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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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韩国的固有词 土的意思 土 叫做这个鲤儿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鲤儿 后面加这个 儿的时候 儿啊 这个儿呢 是没有 没有这个子音的 所以我要把这个 鲤儿给它 鲤儿给它 那怎么读呢 嗯 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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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呢 变成鲤儿 这个呢 移上去 鲤儿 鲤儿 这样读就可以了 嗯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第三个是什么呢 嗯 第三个是这个 嗯 鲤儿啊 鲤儿和这个 鲤儿的一些特殊情况 我们再讲第三个前 这个是有特殊情况的 啊 有什么特殊情况呢 那么有一些单词 比如说这个 啊 马达 马达 等词的词干号 如果是有这个 鲤儿相连接的时候呢 比如说 啊 这个呢 不要这个 他 有这个 ke的时候呢 变成什么呢 嗯 原则上我们是要发右边的时候 原则上是这个 马达 啊 这个 这个什么呢 啊 马达 这样说 但是呢 它是分别是发这个 左边的音了 我们就发左边 不要右边了 变什么呢 马达 嗯 马达 啊 这个呢 按原则上来说 是发右边 应该说这个 nege 但是呢 这个 kyo开头的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 nerge nerge 这个呢 nergo 嗯 那么呢 这几个单词呢 是有特殊的情况 那么在 学习过程中呢 再好好记一下 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记得会比较头疼 是吧 啊 我们继续看这个 第三个啊 第三个这个 这个韵尾呢 是这个 nerge 和bio 他们结合起来的 一个复合韵尾了 那么它也是指发 这个右边的音 左边的这个 nerge 是不发音的 啊 但是呢 这个是原则上面 这么说 其实呢 这个啊 这样的发音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 特殊的情况 那么每个单词 和每个单词是不一样 我们要注意去记住 就可以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有一个单词 是这样子的 嗯 那么呢 它应该是发什么 音呢 啊 应该是发这个音 啊 嗯 对吧 原则上来说 那么它跟这个母音 结合的时候 比如说 嗯 加这个啊 的时候呢 啊 那么我们就给它一个 最近的子音 那么就变成了什么呢 R吧 这样的音了啊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啊 这个呢 嗯 这个塔跟塔 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呢 我们只发这个 右边的 Piop 这个音 左边呢 我们就不要了 那怎么读呢 Papda Papda 啊 那么这个呢 跟这个A 结合在一起呢 怎么读 嗯 Papda Papda 嗯 这样就可以了啊 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也是有几个特别的 这个特别的 特殊现象了 那么这个特殊现象 其实是挺多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这个学过了吧 嗯 这个学过了 在哪学过的呢 我们以前学过这个 韩国语的汉的 这个固有词的数词中了 我们学过了 这个是八的意思 八 韩国固有词的八呢 是这么说 Yodder Yodder 啊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这个明明是这个 这个明明是应该发这个 左边的音应该是发这个Yodder 怎么不发这个Yodder 发这个Yodder呢 它是个特殊的情况 它应该是发这个Yodder Yodder才可以啊 那么记住了就可以了啊 这个没有什么为什么 对吧 我们看第二个呢 也是一样嗯 它呢 本来是应该发这个Yodder 发右边的音发上Yodder 但是Yodder是错的啊 应该是发这个Yodder Yodder 这么说啊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宽广的意思 不能说这个Nodder Nodder 是不可以的 应该怎么说呢 Nodder Nodder 这么说啊 这个是一些特殊的情况 那我们在以后 韩语学习中呢 就会出现到 那么呢 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详细的 这个记忆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的就讲到这里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四个呢 是这个Yodder 和这个Peer 它发音的时候呢 发这个右边的 这个Peer 这个音呢 左边的是不发音的 比如说 这样的一个单词 嗯嗯 那么它的发音 是什么呢 嗯 我们不要这个左边的 这个Yodder 只要右边的 那么就变成了这样 啊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啊 它的 它的这个音架 和这个 是一样的 应该怎么办呢 啊 嗯 啊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也是知道 在这个 单词的后面呢 加上 以母音开头的 这个词的话呢 这个Peer 会跟它 这个结合在一起啊 那怎么说呢 嗯 就变成了这个 Alpa 变成了这样子啊 这个都是 现在能熟能生巧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单词啊 这个单词 嗯 这个呢 只发右边的音 不发左边的音 所以呢 里儿不要它 那么就变成了什么呢 嗯 变成了这样 但是呢 这个 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什么呢 是这个Up 是这个Peer的 这个韵尾的发音了 所以呢 最后呢 我们应该发这样的音 叫什么呢 Upta Upta 这样的发音就可以了 那么它跟这个 以母音开头的自己 和在一起的时候呢 这个Peer 会移在这个母音的上方 旁边 应该是怎么说呢 Er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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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说就可以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学的 第四个 嗯 这样的复合韵尾 我们来看一下 它 嗯 这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呢 在结合在一起读了 为什么呢 它们俩是一组的 啊 我们看出来 它们俩有什么 相似之处了吗 啊 都是有这个Heer 在右边 嗯 所以它们是 啊 同样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 同样的一个 相似之处 我们看 这两个双韵母呢 单独发音的时候呢 分别发为 单韵尾 而右边呢 不用发音呢 我们说这个Heer 啊 这个东西呢 没有发音 不用发音啊 比如说我们说这样的一个 一个话 嗯 和 这样的一个字 嗯 那么呢 该发什么音呢 啊 它呢 是没有这个音架的 嗯 它是没有发音的 所以我们只要发这个左边的音就可以了 应该怎么说呢 安 啊 这个呢 而 嗯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其实呢 跟刚才的一些东西都非常不一样 这个呢 是不是发右边 而是发这个左边的音了 对吧 那么 但是它呢 呃 当母音和某些子音之相拼时呢 读音会发生变化 那么具体表现呢 如下 我们看一下 它们跟后面的这些字呢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那么 这两个双韵尾的后面 加子音的 Gi-O Di-Gi-O 时候呢 那么后面的这个 Ni-E 尼尔 分别发生单韵母的 Ni-E 尼尔 就说它们跟这个三个结合的时候呢 这个呢 分别发这个的音 对吧 但是后面的这三个音呢 就变成了这个 气 送气音了 对吧 嗯 明白什么意思的吗 我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这个吧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 曼 嗯 一个词语是这样写的啊 那么他加这个他的时候呢 这个他呢 是这个 平音啊 那么呢 他保持不变 他呢 要把这个平音呢 有一个 发生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平音呢 就会变成了这个 他 嗯 平音呢 就变成了这个 送气音了 那最后呢 应该是变成什么样的音呢 满 他 啊 就变成了这个满 他了 明白了吗 啊 那么这个 heel 这样 这个发音呢 是有这个性质的 把平音变成送气音的 这样的一个性质 是他的性质 所以呢 在韵威里面 我们也可以体现出来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满塔 嗯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 这个 他 这个呢 也是平音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变成这个送气音 变成气 所以呢 满气 满气 嗯 那么这个呢 呼 是平音 我们要把它变成送气音 满酷 满酷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满 啊 这个满 他单独读的时候呢 是不要这个 heel的 只读左边的音 那么呢 跟这个塔的时候呢 把塔变成送气音 变成塔 所以呢 满塔 满塔 嗯 这个呢 怎么读 嗯 习变成气 嗯 满气 满气 嗯 这个呢 啊 这个呼呢 变成这个酷 满酷 满酷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嗯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 那么双韵尾的这个后面的加子音 这个和这个啊 尼恩和希尔的时候呢 左边的这个尼恩和里尔呢 分别还是一样发这个尼恩和里尔 而后面的这个heel是不发音的 但是这个松音的希尔又变成这个几音的桑希尔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啊 这个满塔满 加这个尼的时候呢 啊 就变成什么呢 嗯 那么一样啊 这个heel是不发音的 所以呢去掉 那么怎么读呢 满你 满你啊 这个heel去掉的意思 那么这个呢 嗯 我们看一下 这个满 heel去掉了 但是呢 后面这个希尔会变成这个桑希尔 啊 会变成两个的这个希尔 那怎么说呢 满酸米达 满 满酸米达 不是 满酸米达 要读一个重的发音 满酸米达 这样读就可以了 嗯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 这个heel是不发音 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大家弄明白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双英尾的后面呢 接母音的时候 就是接这个以圆圈开头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 尼恩里尔分别和后面的母音相拼 而成为其生母啊 那么这个heel则消失了 我们看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嗯 这个意思 这个呢 满 在这个are的时候呢 我们说heel本来是没有发音的 所以我们给它也没有用 所以呢 我要把这个左边的也要给它 所以变成什么呢 mana mana 就是说 嗯 heel消失了 把左边的给这个圆圈就可以了 这个意思啊 mana 那么这个呢 怎么说 嗯 这个消失以后呢 把这个尼恩放到这里来 manaps습니다 嗯 manaps습니다 这么说 我们看这个呢 嗯 也是什么呢 ura ura 这个ur 加r的时候呢 这个lir 直接放到这个圆圈的这个位置 ura 嗯 那么这个怎么说呢 嗯 uras습니다 uraps습니다 这么说就可以了 嗯 嗯